鼻咽喉问题致习惯性清喉咙 许多人会有习惯性清喉咙 通常与咽喉感到干 痒、有痰或吞咽时有异物感 只有吞口水会觉得怪怪的 吃东西不会有关 而鼻喉科医生指出 可能原因分为以下几种 一、鼻涕倒流 包括过敏性鼻炎与鼻痘炎等 都会有鼻涕倒流的问题 已发生在幼瞳身上居多 当鼻涕从鼻腔倒流至咽喉时 鼻涕会粘在咽喉壁 造成咽喉的异物感 长期倒流更会刺激后咽壁与下咽部 导致喉咙的一些腺体及淋巴组织慢性发炎 肿胀而出现痒痒 想干咳的动作 二、咽喉胃酸逆流 食道的上阔约肌功能失调 无法紧闭时 会使胃酸逆流 向上刺激喉咙 而出现轻喉咙 声音沙哑 咳嗽 呼吸不顺等症状 由于生败 咽喉对于酸的抵抗性很弱 当胃酸来袭 会伤害喉咙粘膜 使人感到喉咙怪怪的 好像有东西卡在那里 或是有想土的感觉 此症状无特定时间出现 不一定会在用餐后 多半是在白天坐着时发生 和一般常听到的胃食道逆流 不同的是 胃食道逆流是食道连接胃部的下阔约肌关闭不全 导致胃酸上行逆流 主要症状是在心脏部位产生灼热感 也就是俗称的 左烧心 通常发生在晚上睡觉躺下时 两者差异极大 三、慢性咽喉咽 咽喉紧张症 空气会因开口说话或吃东西时寄入咽喉 对于一些需要经常说话或是说话量大的老师 电话访问员 业务人员等 若没有适当休息保养 长期累积下来 可能会因喉咙润滑度不足 使之局部肿胀发炎 造成慢性咽喉炎 其次 像是个性节奏 说话快速的人 也可能会感到喉咙肌肉干燥紧缩 而产生所谓的咽喉紧张症 在喉头处因精神紧张 引起四周肌肉收缩 造成喉咙气管狭窄 在胸部有压迫感及呼吸困难 也会因唾液线分泌减少 而觉得口干舌燥 比较糟糕的是 由于清喉咙可使咽喉肌肉放松 患者可能在不知已发炎的情况下 不断清喉咙导致病情愈加恶化 发炎会使咽喉粘液变多 感觉上像是有痰儿不自觉想清楚 然而大脑却可能因此误判 是粘液不足 而增加分泌 这又使得患者喉腹更加不适 一直想清 最后形成恶性循环 演变成习惯性的清喉咙症状